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饮食调的 这对饮食 你说觉得素食可以调的这么 可以这么的适当 我觉得非常好 素食可以这么好 那假如天下人都能吃到这么好的素食 那该多好 这是第一个 你说我们今天这堂课的元气 所有个人对于素食觉得非常好 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希望更多人 那次天下人都能吃到这么好的素食 第二个元气是 尤其我们现在这个疫情 疫情的传染 它主要是来自动物 而来自其他的 像说禽流感 是猪流感等 就许多的疾病是从 或是这种病毒是来自动物的传染 如果我们能够多持素食 不也是等于在远离这些的病毒吗 因此我也想说 也借这个因缘 我们来谈素食 也许也因为这样的因缘 让我们有更多机会来用素食 第三个是 我们从三月 都是佛学的课程 一直到七月 我想说 在这一期的课程 最后的阶段 前面是 法供养 以佛法来供养大众 那最后这一个月 还以食供养 就是饮食的供养 来供养大众 那我们这一期 五个月的课 就一个圆满 以上这三点是 开这 禅速食 这个课的元气 是这样 因为在佛陀的时代 我们从 阿罕经 或是在戒律上 律障 看 佛病 为 对弟子们 是 不可以吃肉 这样的戒 也就是 素食 在早期的 佛陀要早期的 教典 以及 律障 并没有规定 福弟子要素食 而所说的是讲 佛为弟子们 是定 吃的是三净肉 三净肉的主要内容 是 不吻 就是 第一个 不见 没有看到 不见啥 还有吻 听吻 第三个 是不宜 不见 不吻 不宜 它主要就是 在原地 杀生 也就是 这个杀 杀的业 跟我是没有 没有关系 也就是 不是为我而杀 不是为我而杀 这样一个大原则 这样 佛陀是允许 弟子 使三净肉 也就是说 那个肉竹佛 是在市场买的 它就不是为我而杀 那是属于三净肉 那三净肉 佛是允许 弟子 可以用的 但是到了 大圣佛法 因为大圣佛法 的特色 是 第一众生 立他为第一 对众生 是 等同的 众生 更尊重 生命 因此 大圣佛法 的经典 乃至 菩萨界 就有定道 佛弟子 不识 众生 众 为什么 慈悲 我们从大圣的经典 像这个 就会看到 不言食肉 就直接说 是不应该食众生的肉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众生 从本以来 我们从 长远 的生命的流转来看 这些的 所有众生 都很可能 是我们 过去的 六亲 眷属 如果 以 六亲 眷属 这样的 一个 来想 从将来 来看 以 六亲 眷属的 关系来想 我们怎么会忍心 吃他的肉 所以 不食 众生肉 大圣佛法的 不食 众生肉 很显然 是对众生 当作是我们 过去的 六亲眷属 第二 就是 悲悯众生 我们大圣是讲 慈悲一切众生 那怎么 人心 吃众生的肉 这是 大圣 佛法的特色 在经典里 或是在 菩萨节 都有 提到 不食 众生肉 张扬 慈悲的心 因此 吃众生的肉 与大圣的精神 利重的精神 是相应 相成的 我个人 我在 二十来岁 年轻的时候 那个时候 是在工作 那时有一位同事 他吃素 也是二十来岁 那我们工作的地方 是团体的伙食 团体伙食都是吃魂的 而这一位同事 那为了吃素 是自己带编导 我有一天就想说 我也想来吃素看看 试看看 就试一个礼拜 吃素 那当然团体的伙食 不可能有完全的素食 我给自己定一个礼拜 不吃鱼 不吃肉 就是鱼肉都不吃 一开始一两天还好 到越后面的时候 就觉得 可以说是 越到后面就觉得 不吃鱼肉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就忍耐 忍耐着不吃 因为大众一起用 我们的眼前就是有鱼肉 就是为了要吃素 就是不吃 我到了快一个礼拜的时候 我就快要忍不住 就觉得 哇 真的真的很不容易 吃素很不容易 但是为了一个礼拜 不吃鱼肉 所以就将强忍 忍过去 到一个礼拜之后 哇 就大吃 我那个时候就想到说 哇 吃素还真不容易 你就不敢想说 要再吃素了 但是过了大概两年之后 我修学佛法 那从佛法之中 我体会到 比较深刻的 体会到佛法的 因缘果等这些的 毅力的时候 我自己 恍然 还发现说 我是不应该吃众生的肉 就是在今天说 真的是不应当 是不应当吃众生的肉 从我有这样的一个体会的时候 又开始就吃素了 而且很自然就吃素了 就没有再想过要吃鱼吃肉 就一直这样吃素 后来我就做一个反省 就想说 为什么同样的吃素 在之前我吃一个礼拜 就吃了那么的 用忍耐的这样吃了一个礼拜 很不容易 而且很深地感受到 吃素真的是不容易 可是为什么 我在吃后 竟然能够很自然的 自然而然就吃素 完全没有想到说 要去吃鱼吃肉 因为它是不应当这样 为什么前后两次 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我发现到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 为什么要吃素 背后的理由 这个理由是什么 我第一次想吃素 没有什么理由 就想好奇 想说 其实同时吃素 真的很不容易 我也来试看看 如果吃一个礼拜 真的没有办法 可是我第二次的 能够这么自然 就吃素的原因 是因为知道 为什么要吃素 那背后的 理由 或是观念 或是动机 是来自于 我不应当 使重生的肉 就是这样 因此 因为说素 或是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能够很自然的 或一直持续的做下去 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背后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做这件事情 是很 认为它是理所当然 应该这样做 那这件事情 就会很自然的 理所当然去做 一直素食 像现在 有许多素食者 可是素食的背后的原因 都不一样 那在佛法 佛教 大圣佛教里 所提倡的素食 它的 依据 或是 理由 是因为 悲悯众生 就是众生是平等 我们爱惜 自己的生命 所有的众生 都爱惜 他们自己的生命 因此 不使众生肉 是成为 我们修菩萨道 行菩萨行 一个蛮 应该是一个 可以去 表现我们对 众生的 一个 慈敏 对众生 不使 众生的肉 是这样来的 因此我们也希望 透过 我们 这个课程的介绍 我们有更多的菩萨 能 多吃一些蔬食 我们说 多一餐 或是多两餐 或是多一天 多两天 我们可以来使用 世俗 世俗 那个 次俗 素食 虽然 佛陀病 在 早期的教典 我们看到 佛陀病 为 佛 病为 为佛弟子 制定说 必须要素食 但是我们从大声地 敬给你 以及 从我们自身 来 我们说将心 比心 知道说 也许所有的众生 都是爱惜自己的生命 那这样 我们更不应当来 使众生的肉 是这样 而在 这个饮食 所以这是属于饮食的 这一部分 如果能够素食 当然是更好 我们都一餐 都一天的素食 都很好 这一个经典里面 也在提到 说 众生 就是 食肉的 这一个习惯 是无食以来 就有这样的一个讯息 就是 有食肉 有时候 我们 仔细地观察一下 动物 其实动物是 互相产食 乃至 我们看到 像一只壁虎 这个壁虎的 每天 我在这个地方 就看到 这个壁虎 而且壁虎就一直在 吃 它吃蚊子 或是吃 吃蚊子 还有蚊子 以外的 小生命 就他们也会互相 互相 以 对方的生命 作为食物 这也是 无食以来 众生就 激洗了 这种 食肉的 这种习气 而会有 互相的残杀 是有这种状况 这些经典里面 这些不经典 你提到说 如果能够舍掉 这个肉的胃 就会闻到 正法的胃 这是在 从菩萨道 立场来说 而且能够 这个应该主要 就是我们 张扬慈悲心 慈悲心的掌养 对 这个 如实修行 是 阿拉多罗三表三菩提 是 加速的作用 这是经典这样说 我再看 因此 在大圣的经典里 许多地方 都会提到 对于所有的众生 如果我们能够 去看说 它就是 就像我们 过去的 亲属 那都是我们的亲属 无始绝来 可能就是我们的 父母兄弟姐妹 我们的亲属 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 如果能够产生 这样的一个 持念的心 乃至 像 念 这么 父母在念一个 独生子 独子 这样去想 那自然就 不死众生的肉 这是 不死众生的肉 在大圣经典里 可以看到 那在原始的教典里 比较多看到 跟饮食相关的 主要是在饮食 质量 这一部分 释迦牟尼佛很强调 跟弟者们说法 就很强调 饮食要 适量 质量 像 这一经里面 就有关于 释迦牟尼佛 赞叹南陀 他所改变 他的作为之一 就是他过去 饮食不质量 现在饮食质量 所以佛陀赞叹他 而且说明了 什么是饮食质量 这个饮食质量 意思是说 这是佛陀赞叹南陀 南陀在吃食物的时候 饮食 在用的时候 他会这样去醒茶 所以他不是不为享乐 饮食不是为了享乐 也不是为了陶醉 不是为了要身材好 也不是为了要庄严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 身体的存续 可以活下去 要生存 修行也好 或不是 我们要成就任何一件事 都需要这个身体 那为了让身体可以存续 所以需要饮食 那为了能够以修行来讲 就是能自主倒行 那这样的话 有了饮食 这个所谓击退之前的感受 就是饥饿 使这个饥饿的感受 能够消失 那饮食质量的话 就不会再激起 新的感受 这个新的感受是 如果饮食过量的话 就会很 撑或是饱的这一种感受 这种感受 是新的感受 没有饮食是饥饿的感受 吃得太饱了 真有太饱的感受 都不健康 因此饮食如果能质量 那是健康不过时 可以安乐住 对修行是有帮助 这是在原始教典里 有许多的地方 佛陀都会为弟子们 开示来说饮食 要饰量 饰量 那再来我们来看 对饮食 调饮食 说得更详细的 是在天台智者大师 他的 摩托子官也好 或是这里像 修行止官作产法药 称为小止官 还有其他 四肠波罗命令都有 智者大师 很重视 修行的 前方便就是要调 那调生是其中之一 我们把 这部分看一下 这是智者大师 的著作里面说的 这调饮食 本来就是为了滋养身体 而能够 以修行来讲 是为了修道 饮食如果过饱 气会满 而且脉不通 心会闭塞 那就不能暗 这样的话要 禅修 或是 其实我们的 身如果不暗的话 做任何事情 都会受影响的 那饮食如果过少 所以饮食的质量 就讲得更清楚 不过 但是也不要太 不少 如果太过少的话 身体会 会虚弱 那这个心也是不安 那因此过于不及 这两者 都非得定之道 对饮食来说 饮食的适量 从佛陀时代 一直到 其实大圣也是一样 重视调饮食 智者大师 是把他讲得更深入 为什么不要过饱 为什么不过少 他的原因 是在这个地方 再来 就是 这个饮食 所吃的食物 如果是 会醋 就是他不干净的话 那这样的话 吃这样的食物 心事会不清楚 再者 如果是 所食的食物 是 不适宜 就这个食物 可能是 它不是会醋的食物 但是它是 可能不适宜 食用 这个不适宜 可能有非常 多的面向 譬如 有时候 身体处在 某一种状况 像有某一种 疾病需要调 这个时候 医师可能 也会 会说 某种食物 暂时不要用 这种食物 跟现在的身体状况 可能会有抵触 所以不用 类似这样 就是这个 不移的食物 如果去用的时候 那可能会 如果有 素疾的话 很可能 它会引发 使这个 事大不调 因此 调饮食 是 调身 以及让我们的身 可以按 一个很直接的方法 或是很直接的 影响 是在饮食 如果饮食 能够调的话 那它对调身 有很大的帮助 那身体能调的话 身按 这道路 如果做任何事情 身如果能按的话 那事情也会 做起事情 会更顺利 更得行 应酸 因此 调饮食 无论是在现代 我们世间人 世间 的 说法 或是在 福法里都很重视 调饮食 而在 智者大师里 所说的 智者大师的 著作里 所说的 说的是 更详细 那我们可以 看到前面 这一个 调饮食 前面有讲到 适量 就是饮食要适量 到了 智者大师 更深入说 就包括饮食要 不吃 不吃 这个 会处的 这个饮食 我要避免 还有不饮 这两者 那这个 会处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 清净 清净的饮食 其实清净的饮食 当然他有 比较多面向 那其中很重要 就是饮食 跟会处是相关 就是要清净 干净 这在经典里面 就有非常多 讲清净的饮食 就说 佛地者们 供养佛 以及供养神 他以 清净的饮食 来供养 那也讲到 净美饮食 同样的 也是 供养 佛 或者供养神 都 就是去办 种种 净美的饮食 恭敬尊重 来供养 这是一种 净美饮食 再来 我们又看到 会讲 净妙饮食 所以说 清净饮食 净美饮食 净妙饮食 你看 它里面都有净 这个清净的净 就是饮食 这个净是非常重要 我们在俗话 有这么说 病从口入 就是说 许多的疾病 是从口进入的 那口进入的 当然主要是食物 那这个食物 如果调理得当 调理得当的食物 首先呢 就是净是非常重要 如果食物呢 能够净 清净 才有可能是妙 有净才有妙 有净才有美 才有净美的饮食 因此我们今天 这一档课呢 主要就针对这个 这个净 说明说调饮食 净是很重要 那这个饮食如果调的话呢 我们说最后的目的 可以像一个转能身亡这样 那转能身亡是 没有什么疾病 身体 抗强 所可饮食 这个饮食就自然消化 无便利之患 你说饮食如果调的 最高境界 它是自然消化 这非常容易消化 无便利之患 如果饮食不当 可能就不容易消化 不容易消化 那这个遍体就会有患 而不是无患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调饮食它的 重要在这个地方 就是如何使这个饮食 是容易消化 是有消化才能吸收 用吸收才能滋养身体 这样的话 可以让整个身体的 形成代谢好 当然就无便利之患 在佛陀的教法里 虽然有提到说饮食 要适量 要调饮食 但是对于怎么烹调 说真的 在佛法里面 释迦牟牛是不主张 弟子们对饮食 就是谈论饮食 但是这个谈论饮食 主要就是讲 什么东西好吃 不好吃 等这些的谈论饮食 那我们今天这一堂课 其实不是谈论饮食 而是来介绍 调饮食 就是饮食 既然它对我们的身体 是有那么直接的影响 那在每天都需要饮食 三餐的饮食 我们可以来怎么调 让我们的身体 是更调和的 能胜安道容 乃至做一些事情 因为有了一个调和的身体 会有更多的便利 那把综合 前面所说的 主要 对饮食 大概有这三的 三药 就是饰食 适当的饮食 这包括食材等等 这些饰食 以及前面说了 清净 不时会处这种饮食 所以这个饰食 是很主要 是在饰食 那有饰食 我们再来谈到说是饰量 这个是适当的饰量 再来 再加上一个饰食 适当的时候 像前面有讲到说 不饮 不饮 如果不饮 就包括说时间都不适当 某些的食物可能是 是适时的 可是呢 如果时间不适当的时候 也许这个食物所能发挥的功能 也比较有限 所以适时 适量 还有这个适时 这三者如果能够完全适时 适量 也适时的话 那这样的一个饮食 是在调和 那是可以达到最好的状况 下面再来 我们把这一个饮食 跟佛法的关系看一下 因为饮食的 事实 就是 在调的这个过程 它是有责的 要 就是有责法 这个责法 我们看在佛法里 有讲到这一个 责法 有一直讲到责法绝分 这个责法 的意思 其实责 当然是有减责 这个责 你看减责 有人说 我们是 洗服的 洗服的话 什么都可以吃 什么都把它吃下去 就是洗服 所以在某一个层次来说 去饮食 我们 调好 做好 这样的饮食 不可以去浪费掉 可是我们在 饮食的过程之中 它是有 有责法 就是有 要有 减责的 那在佛法里 所说的减责 我们知道 佛法 是 不理 世间法 所以佛法 不理世间法 就是说 佛法是包含 世间法 以及 出世间法 佛法 所说的 它跟世间法 是可以贯通 可以贯通 世间法 那在佛法 这一支 所说的 责法绝分 责法绝分是 七绝之士 已经要进入 更高的修行层次 第二个绝分 讲的是 责法 我想责法 有讲到 责善法 责不善法 就是我们对善法 不善法 要有识别 能分别 能了别 而在修行上 是有责罚 就是知道 现在的状 现在的整个 修行的状况 那哪些要舍 所以责罚 它最后的 会来到一个取舍 有责罚 就是取舍 就知道哪些是 要舍掉 哪些是取 哪些是舍 那在修行上 是有许多要舍 比方说 探陈与此相应 来要舍 这是责法 那我们如果 不清楚 就 没有办法 责法 那透过 种种的 修炼 或是说 种种的锻炼 又渐渐地 能够知道 哪些是 要舍 哪些是 不舍 哪些是 要舍掉 哪些是 可以取用的 有这样的一种 一种了别 这个了别的 一个作用 这是 主要是讲 责罚 这一支 因此 对责罚 在修行上 如果我们对责罚 能够选择 它会去 就去向那盘 就让修行一层一层往上 这是在讲责罚 那这个责罚 好 我们再看 再比较深入 再来探究一下 这个责罚从哪里来 责罚是 慧心所 是智慧 是属于慧 可是慧呢 它是有通 如理 就是如理所隐 跟不如理所隐 所以理 如果我们对理 的理解 它是如理的 就是如 如其死的理解 这在 这在 佛法里面 尤其在华元经理 特别提到 理和事 所有的事项 事的背后 都有理 一定有它的理 这个 由这个理 而看到说 事 会跟事相应 如果当这个理 偏掉的时候 做的事情 可能会偏掉 如果理是 如理 做的事 也会如法 因此 佛法里 非常重视 如理 就是如理所隐 我们说 如理思维 如理所隐 那如理 如始了之 这样的一个 能如始了之 它是属于 是跟慧心所 是属于 慧心所 在心所里 有一个慧心所 能达到 这个折法 就能折法 那这个 这一个 慧心所 怎么是折法 就于所观的事 这些所观事 当然 所讲的是 以佛法的修行 讲的就是 要观的 所观的是观什么 变成教典 主要讲观五蕴 等 这一些所观 于所观 就是 责罚 这一个 于彼者 就是讲 就是所观的事 那所想的 这一个责罚 就是 为诸法的 志向和共享 志向和共享 所有的法 它有 它的 各别的相 那这些个别相之中 也有它共通的相 这是共同性 譬如说 所有的法 它的共同性 都是 无常无法便宜 这是共同性 那一一相 会不一样 但是 它的共同性 是一样 那如果我们 对于 法能够 这个责罚 所说的 就是 对于法的 这个志向 共享 有慧 这个慧 能够来做 减则 就是减则 那会的减则 之后会有决定 就是这样 会决定 如果决定的话 就断移 就确定是这样 就没有疑惑了 所以这个慧心所 它慧主要就是能减则 在诸法中得到决定 那这是慧心所的光能 而这个如理所以 你看 所以慧心所所说的慧 我们话讲是正慧 那如果非如理所隐的话 就不是正慧 那以佛弟子 就称为是佛弟子 如理所隐是佛弟子 如果不如理所隐的话 那就 不是佛弟子 是主义是外道 也就是说 所有的 对于所有的事项 的理解 有它背后的理 那对于这个理 如果能如实如理了知 如实了知的话 这是佛法所重视的 因为如实的了知 他说引出对于事项的理解 也会如实了知 而能做出 正念正知 正念正知之后 才能对我们所做所行 能有这个折法 这个折法 就是正确的折法 这里是对于所观的事 这个进入去了解 这是就进到讲定 就是对于所观的事 能够专注 心里进行能专注 这是定 我们这个地方 也可以看到说 定和会的关系 就对于是 我想五蕴 是五常灯 这一些的 一个观 去观察的时候 它是要专注的 它是跟定是相应 因此这里讲到 这一个定 佛法所受的定 是专注 对所观的事要专注 那专注的话 才能够去见到 主不理 见到他的 如实的理 因此 这样的一个定 它是跟会 是相应的 是 与智 跟会是相应 那也因为是 有这个定的基础 才有会的如实了知 这个会 能够去观察 有定的 专注 观察到 能如实了知 这是会 这是定和会 的关系 而这个折法 我们讲到 折法觉知 这个折法 你看前面所说的 都是在佛法上 佛法所说的是 在我们的五蕴 等等 去观察 这里有讲到 折法觉知 也可以看到 事实上 它也可以通 所有的法 我们所 包括说 应识 它也有折法 在里面 如果是对 自身内 这样知法 以会 的 考察 这个是 视察 而达到 这个省力的意思 就是分别 能够分别 了别 能识别 那这是 折法觉知 所以 折法觉知 是要达到 以会的一个 视察 之后能达到 了别 这是 折法觉知 那如果是 对外部 的法 也是一样 将来达到 这个了别 的作用 这也是 折法觉知 因此我们 从经典里面 可以看到 佛法 所说的 折法觉知 我们通常会只知道说 那是在佛法的修行上 有这个 折法觉知 事实上 在世间法上 也都有 折法 都有折法 觉知 这样的 可以延伸到 世间法来看 因此 也可以说 我们 把佛法 能够在世间法里面 去体会 如果我们在 世间法里 去体会 佛法 那对佛法的实践 会有很大的帮助 理解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世间法 是我们 熟悉的 佛法是我们 比较不熟悉的 如果引用到 世间法的时候 回过头来 再来 连接理解佛法 对佛法的 理解的实践 会有 会有帮助 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 讲完之后 接下来 要来做一些 示范 就示范这个饮食 我们从饮食 的调饮食之中 想 你希望 我们在调饮食之中 能够把佛法 用进来 其实佛法 跟我们在生活之中的 任何 的事情 我们的所做 它都 可以做连接 也可以 可以去贯通 可以去贯通 让我们把佛法 在生活中去用 在生活中去体验 佛法 首先来介绍 这一个 我今天来介绍 两道 两道的饮食 饮食的调法 这里所介绍的 饮食的调法 最主要 我所重视的 就是我们这几堂课 里面说的几个步骤 第一 先谈到就是 敬 就是饮食的责法 我们对饮食 所谓的责法 就是适当的 在 所谓的责法 一定会有 结果会有 这是要舍的 这是要取的 就适当的 不适当 在饮食上 会说 什么时候用 什么时候不能用 这也是责法 那 这个食物 是不是 可用 不可用 这是适用 不适用 这也是责法 像我们的 身与异行为 这适当做 这不适当做 这也是责法 因此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我们都 一直在做责法 是不是 而责法是属于 刚刚说了 它是属于会心所 是属于智慧 会心所 那责法的背后 它是 必须要有理 如果我们对理 能够更 透彻的话 那对所责的法 会更明确 会更知道说 这是 当娶 不当娶 这个是当舍 这是不当舍 就更明确 我们现在介绍了 这一个 我把它取名 叫麻辣秋葵 我知道秋葵 对素食者来说 许多人认为秋葵 它是具有 比较营养的食材 所以它里面有胶质 可是秋葵的食用 的做法 就 大部分都只是 清水烫 然后加 加点盐巴 或是加酱油 我想今天来介绍 这个秋葵 还可以其他的调制 因为饮食 它是要 要调和的 那这也 那调和的方法 它是有 可以有千变万化 就是说 什么样的饮食 可以什么样的调 什么样的调和 那我们今天做的 这一个示范 的调法 主要是 就是一线前 正好有的时候 去做调 没有特别去思考 也没有特别去设计 没有 最一线以后的来做 那看 这个是秋葵 数量大概有十根 这算是比较 还比较嫩的 比较小的 有十根 这一个 首先 你看 前面我看到 这一个头 这个头是很硬的 这个头是 没有办法用 这是比较硬 这个头 再来就是尾 这是尾的地方 黑黑的 看到 它的最下面的地方 都是有黑黑的 然后我们对食物 第一 一件事 我们叫剪切菜 对不对 当食物 取材 已经有了 这个食材 之后 接下来就是 准备要 调理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做 把不适用的 要消去 这个就是一种责法 就是哪些是适用 哪些是不适用 就要去 很清楚看到 那我们把前面 这些 消去之后 把尾端的地方 也切除 那再看说 是不是有哪一个地方 有 我们讲食物 这些食物 如果受伤的食物 比方说 它擦伤 挫伤 这些地方都要 消去 都要消去 我们对食物 其实有一种尊重 尊敬 尊敬的心 比方说 我们取材 拿来的食物 包好 那就放好 如果说 有时候 把它挤在一起 或怎么样 它会受伤 那只要食物 有伤到的地方 我们在调理的时候 那些有伤处的地方 也都要消去 也就是 让我们的饮食 它是 在调理的过程之中 这一些的食材 它是 是可食用的 那不适宜食用的 需要消去 是这样 然后接下来 再进一步 就把它削片 这一个削片 就削到 0.3公分 这样削片 这个削片之后 接下来 就要做一些调 怎么调理 我们看一下 因为这个 不是都以现有的食材 正好是有这样的食材 叫麻辣酱 这个麻辣酱 它里面的内容 就是花椒 加上辣椒 已经做成酱了 做成酱 大约用 像喝汤的 这样的一个 一般的条根 放了有五尺 五条根的 这个麻辣酱 如果麻辣酱 没有 当归酱 现在有一种 叫当归酱 也是可以的 把它 做搅拌 搅拌之后 就放在 保鲜盒 放冰箱里面 那这个秋葵 其实秋葵 它有 许多的胶质 所以消了之后 你放在冰箱 可以五天 或是一个礼拜 让它跟麻辣酱 去融合 那 之后呢 因为之后 又有送来 送来 所以又把新的 再加进去 可以把旧的 五天 或是七天 或几天之后 把新的秋葵 新拿来的秋葵 同样的处理方式 然后跟旧的 已经原有 加麻辣酱 这个已经放了 五天 或是 三天 五天 或一个礼拜 都可以 把新的秋葵 再跟旧的 融合在一起 那这样的一个 融合 它可以有两次 三次 融合之后 再放了 这个融合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加 麻辣酱 第一次 把它加煮 然后第二次 融合之后 再放 再继续 让它们去融合 然后再过几天 或是到最多 一个礼拜之后 一个礼拜 如果又有新的 可以再夹进去 同样的处理方式 再夹进去 然后再搅拌 之后 再把它放保鲜盒 再冰 放冰箱 那它的融合 能够到 可以 进一步处理 它的融合时间 大概最少 大概三五 五天到一个礼拜 但这个 食物 新的 旧的 以及 跟 这个 这个麻辣酱 全部都融合在一起 然后呢 接下来 这个正好也是油了 有这个香村酱 香村酱 它是有油的 是有加油的 如果有的香村酱 没有 放盐 或是咸的话 要加一些酱油下去 然后用香村酱 先下锅 这个香村酱 这里没有写几次 大概有五条根 六条根这样 的香村酱 四汤匙 它有四汤匙的 五汤匙 四汤匙都可以 的这个香村酱 这香村酱 放了之后 放下去之后 这个火要用 小火 就是寡式的这个小火 如果用大火 那会焦掉 用小火 然后这个小火之后 就把 原来已经 融在一起的 这一些的 秋葵 放进去 就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一样是用小火 小火去煮 它渐渐的 这个越来就会 越干了 就看到它 越来越熟 用小火 翻一翻 把它们 结果都合在一起 稍微炒一下 不用大炒 稍微翻动就可以 然后到最后 到这种状况 它就全部就熟了 那这个熟 是怎么看的 因为秋葵 它有非常多的 那一种胶质 那一放下去的时候 会看到 整锅都是 黏胶的感觉 就有很多像 像年藕的 这个藕丝这样 有非常多的 这个胶质 那慢火 去炒到最后来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这个胶质 就没有了 会看到它没有胶质 都没有胶质 就像一般的菜家 没有胶质 那这个时候 就可以了 就可以关掉了 就关火 那这样这道菜 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 这道菜怎么用 它可以成为 我们饮食的下饭的左菜 像小菜 它是可以下饭 那第二个呢 它是可以跟酪梨合 现在这个酪梨 蛮容易取得 就酪梨可以 可以加酪梨用 那 这个 麻辣秋葵 它的使用可以 如果跟饭 饭菜一起 当左菜用 它是可以热食 那也可以 冷食 就是放冰箱 就几天都可以用 那可以搭配酪梨用 这是冷食用 搭配酪梨 也可以搭配香蕉 我们的香蕉 香蕉的一个吃法 也可以跟香蕉一起用 它这样对于我们的消化 是很有帮助 因为饮食非常重要 就是能消化 如果再好的饮食 我们不能消化的话 那就很不容易吸收 它容易消化 这些香蕉也是容易消化的 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麻辣秋葵跟香蕉 它可以一起用 有时候你吃香蕉 这些香蕉是 很帮助消化的 可是 香蕉 有些人会觉得 香蕉很容易 像胃酸等等 这样的吃法可以试看看 还有就是 这些香蕉的用法 也可以加那 加这一个 不是 是另外 我是另外提到 单香蕉 然后加一些苦茶油 熟的苦茶油 对于吃的胃会酸 也许也可以试看看 可以改善看看 这是麻辣秋葵 可以这样来使用 这样调 那这样用 这是第一道 介绍 第二个还是介绍 这个麻辣秋葵 也是介绍秋葵的 一个条理 那秋葵 这样的条理 有一点要提前 要留意的 就是这个秋葵 如果它 比较成熟 即使它还是很嫩的秋葵 这个籽 它的籽 如果比较成熟 即使是嫩的秋葵 它也有成熟的 这个籽 那它这个籽的壳 这个壳 是蛮硬的 就搅不烂 像平常如果用烫的话 因为它很多的胶子 咬不到 所以就会直接把它吃下去 但是我们经过 这样的条理之后 这个籽 会可以搅得到 但是它搅不烂 搅不烂 这个籽的壳 可能就会黏到伤额 或者牙疮 那就很不舒服 或者这种状况 因此 隐时的说 这一部分就要留意 就是它会贴住 会贴住 就要特别处理一下 因此这个条理上 如果一开始就把纸去掉的话 那可能就没有 就这个问题就会避免掉 所以下一道 我们来介绍一次秋葵 的处理方式 就做一些改变 那这道 把它取名叫做豆腐 辣秋葵 它也是有方辣 看 这里的秋葵 看起来就 有一些 有时候我们看到菜 它有时候会有病害 或是虫害 可能会有这种状况 如果有病害 或虫害的地方 也尽量要去除掉 譬如我们看到 有的菜有虫咬 虫咬的咬口 那个咬口的地方 最好把它捏掉 把它去除掉 那这些就是要处理 因此我们食材 一有食材的时候 要进入到烹调 或是调理的 的时候第一 第一件事 就是要处理 它的一些 不适用的地方 要去除掉 我称为静 就是处理不静的 要除掉 这里有13根的秋葵 处理上一样 都要去除掉 把这些 刚才削的都要削掉 看到有染的 不静的都要削掉 要处理 让它是静 那之后 这个方式就不一样 我们看到 把秋葵打开的时候 会看到 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纸 那这一些的纸 你看像这个纸 是蛮硬的 这个纸 你看如果我们 只有用清水烫的时候 因为它胶质 非常的多 所以对这个纸 就会感受不到 这个纸是非常硬的 就会直接吞下去 那这样的话 就比较不容易消化的 那现在我们把它剥开之后 会看到 这一些的纸 假如我们前面 麻辣秋葵的调法 如果多花一点时间 把比较硬的纸 挑去 那比较软的 嫩的纸 留下来它是可以用 可是就要花时间 那一种方式 就是全部把纸就去掉 就避免前面说 有这个硬的壳 它也不容易消化 那在饮食的时候 就不方便 它可能会贴住 这个牙床或伤 那这个纸 这一次的处理 是把纸都去除掉 那纸都去除之后 你这个 这个不要 如果把这个整个都拿掉 是比较省时间 可是中间的这一条 它是包着纸的 这个才是可以留下来用 那因此你把它翻开之后 纸去除掉 那这 整个处理 就会成了这个样子 就纸去掉 但是那 粘在纸的这一条 这还是可以用 把它留下来 那只要翻开 把纸去掉 这样就可以 那接下来还是一样 把它削 或是切 成差不多0.3公分厚的片 那秋葵 以及 这也是秋葵 就是让它自然干 让它水分 渐渐它自然会干掉 有洗过了 这些水分 让它 自然干 自然干之后 对不起 这个锅子 那看起来 这个锅子是炒前面的 那个锅子的 我们对于这一个 净和不净的看法 有的人会认为说 锅子没炒过一次 那锅子都要赶快去洗 这个叫干净 其实 有时候观念上不一定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我们前面炒的菜的 这一个锅子 那一道菜跟下一道菜是可以合的 那这样这个锅子可以不要洗 锅子不洗 反而前一道菜就留下了一些的 它的 菜的 的汁 有一点汁 或是它的余味 它可以跟下一道菜是可以融合的 合起来可能是加分 那我们是用前面炒的 麻辣球鬼的锅子 那接下来就做这一个的 那所以 这个视觉上这个锅子就 重点在这个食物 那这个调法就是 先把这个辣豆腐乳 辣豆腐乳大概放 两到三块 辣豆腐乳 还有包括辣豆腐乳的汁 把它淋上去 这个辣豆腐乳就 跟秋葵 就准备要融合 那最后就把它搅拌 把它搅拌在一起 让它 这个汁还有豆腐乳 以及秋葵 都搅拌在一起 拌匀 那这样的话就要放到 八到十个小时 因为秋葵对于食物 就我们对于食物 有时候会想说 对它马上就要吃 就煮了之后马上就要用 买回来马上煮马上用 这当然是很方便 有些食物是可以这样调理 那有些食物 其实它是要有一点时间 让它们去调和的 让它去所谓的 入味不是调和 其实它有调和的作用 那也不要花时间 就调和之后就把它放着 可以放到八到十个小时 放冰箱或是 当天要处理的话就放锅子 直接放锅子 这个时间才会够 那之后呢 接下来 就要加这个 长豆下去 这个长豆 大概六条 这也是我正好先有的 就六条 六条这个长豆 一样 就是把这个前后都消去 都干净之后 不净的皮层的 这些都要去除掉 一样是用斜刀 斜刀也是差不多 两 零点三公分的 这个厚斜刀切 一样是要放给它自然干 所以这个自然干 它放到自然干 差不多两小时 三小时 就是更久的 多的时间就看到它自然干 放到它自然干的时候 然后就与这个 前面 就是已经跟豆腐 融合了这个球骨 放一起 放一起之后 就把它搅匀 把它搅匀 把它拌匀 拌匀之后 还要再放 差不多五个小时 就是第二层次的 长豆 以及豆腐乳加秋葵 让它再融合 它们去融合 然后最后 直接在锅子里面 这个锅子看起来 这个 锅子的视觉不是 不看这个锅子 因为炒的时候 就直接用小火 那小火要不加油 就直接 慢慢就干了 这个锅子已经慢慢干了 渐渐用小火 炒的时候 它就慢慢就会收 就渐渐就越来越干 那越来越干 一样的 也炒到 什么时候呢 已经要炒到 这个胶子 看不到了 一开始炒的时候 会看到非常多的胶子 整锅都是胶子 黏在一起 但是 经过小火 渐渐地 渐渐地炒之后 这个胶子 就会不见了 渐渐就不见了 就看到 整锅里面 就看 就没有胶子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 基本上 这样就可以关火 但是我还没有关火 下面还在加 食物的时候 就先不关火 要加什么 就加辣椒 这个时候 就加这个辣椒 这个辣椒是 已经是做好的 像是现在世界上 都可以买到 这是世界上买的 这种辣椒 已经做好的辣椒 其实辣椒的使用 顺便提一下 辣椒里面会有纸 这个看到有纸 就辣椒的纸 一样是不容易消化 跟 秋葵的 那个硬的壳的纸一样 它是嚼不烂的 因为嚼不烂的食物 是比较不容易消化 所以用的时候 这个纸是可以去除掉 直接是用辣椒 那最后就把这个辣椒 加入 加入辣椒 那就形成这样了 辣椒炒了之后 那就可以起锅 起锅之后 我们会看到 这一个 这一个 起锅之后 也可以热的使用 那也可以 就 等到凉之后 放到保鲜盒 或是保鲜盒 不怕热的 保鲜盒热也可以 放保鲜盒 它就可以成为 一道可以热死 也可以嫩死的菜 它可以使用的话 它也可以下饭的做菜 它可以搭配豆浆 可以搭配豆浆用 我的说法是 主要是 它可以 清理肠胃 帮助消化 它也可以 像前面用的 也可以跟酪梨一起用 它也可以搭配香蕉一起用 是这样 这是 这是豆腐辣秋葵 前面是麻辣秋葵 豆腐辣秋葵 也可以搭配香蕉 搭配豆腐 搭配这个酪梨用 是这样 这是今天 跟大家介绍的 饮食 在饮食上 第一个 为什么我们叫素食 讲素食 还有在条约时 它几个大的原则 就是适时 适当的食材 适当的食物 还有适当的时间 适当的食量 如果都能做到这样的话 这个饮食 对身体的调和 它会起很大的作用 身体如果能够调和的话 我们怎么知道说 因为我们的饮食是调和的 饮食如果是调和的话 它会有的现象 第一个 新陈代谢会很好 那新陈代谢好的话 在一般说 就是气脉会比较通畅 气脉如果通畅的话 身体的免疫力会比较好 身体的感冒等等 这些的疾病自然会减少 就可以看到说 一调饮食 如果饮食调得很适当的话 它会有药效 这些药物的功效 一般我们饮食如果调不好 饮食没有调好 那就饮食不调 身体不调 就去看医生 就有医生的药物 或是其他的方法来调 如果饮食可以调得得当的话 它会有药效 相当的功效 对身体的健康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身体能调好 做什么事都 是最基本的 就是有一个 一个健康的身体 希望大家都 能有健康的身体 能修行 还有历人历己 做事都能一切顺利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好 法师现在要开放 问问题了吗 是 好 各位菩萨 Channel Room已经打开 然后已经Ummu你们 如果有问题的话 大家就可以来取手 取手之后 我就会点你们的名字 你们就可以 咬你们自己 自己来问问题 那希望大家 这个有问题的话 就可以来请教法师 那法师通常 美丽你要问问题太好了 那你就问吧 法师谢谢 麻辣我都很喜欢 我想请问一下 法师 这两个菜 做完以后 放冰箱 可以放多久 最多一个礼拜吧 是以我的经验 大概最多一个礼拜 所以一次就不能做太多 所以量我们自己都要量 还有这个秋葵 看起来量很多 做钱很少 它会缩 缩之后量不多 好 那法师 关于那个麻辣秋葵 因为假如每一次要加 这样做 大概要三个礼拜 有点久 为什么 可不可以就是一次 把它做 一定要这样子分两三次 一次一次加吗 请问为什么 其实食物需要调和 这跟修行是一样的 我们正常讲修行 是不是可以 马上就可以 就可以现成 都是希望 那事实上 所以我们从调 调饮食之中 我自己就会体会到 它跟 跟佛法所说的 理完全都相同的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素成 因为这个时代都希望素成 那许多的东西其实 素成它的 会影响它的品质 就是说 它就是需要有一点时间 让它去调和 我们修行也是需要时间的 就是时间 有一些时间 让这个菜 它跟其他的食材 是需要去和 你看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 所谓的调就是要调和 那如果身体不调 就是 你说五脏六腑 要怎么让它调和 这也是一种调 那我们的食物 如果在身体之外 就是我们还没有用的时候 就把食物调和 调了 那这样 就吃进我们的身体 身体会很省力 就不用花很多时间去调这些食物 如果我们的食物是很 就是还 比较不容易消化 我们就把它用进去了 那这样的话身体要去调它 那如果我们食物调得很适当的话 进身体的话 那食物会调身体 你知道吗 那如果食物去调 身体调食物 或食物调身体 就看我们怎么去调食物 如果食物调理的适当 那这样饮食的话 对我们的身体 它的负担就会很少 那因此一些食物 它是需要一点时间 让它去调和 那假如我们知道说 我希望用这一道食物 就提前嘛 提前我们就买了之后 就不用花很多时间 用了之后就把它放 放冰箱里面 时间差不多 或是说 一次那个量就买足 但是过几天之后再放 过几天之后再放一次 让它调和之后再做这样 好 因为我们这边买东西都是 像秋葵买一盒 那就是我放第一次 大概上十根 然后其他的新鲜放冰箱 等到大概五天以后 再加食 或三天也可以 如果冰箱放太长时间不宜的话 就三天 然后再三天 等一个礼拜之内就有三次 哦 好 知道了 好 那也可以说 像一次就都清洁消耗之后 那一些先放保鲜盒 那渐渐调进去 这样 好 这样可以吗 美丽 可以 OK 好 周明菩萨你可以问 好 法师好 感恩法师 讲食物调理 我有个问题是 那我们 我们 我们怎么知道说 不同的食物是可以调和在一起 或者是我们怎么知道 每一种食物需要放多久 就像法师说的 要放多久 要才能调和的时间 是不是有什么书可以看 还是法师自己的经验 我们从哪里可以参考这些事情 谢谢 这些食物的这个调法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看 就是不是看书来的 换一句话说 其实当我们的身心能够 因为这是我在比较长时间 让身心在闭关的状况 渐渐对食物有一些的体会 这样发现 那自己用了之后觉得 确实是 对调生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调饮食 也是自己的经验 这样走过来的 那对于食物的 刚刚说的 是什么食物跟什么食物 可以调配在一起 这好像 不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不是 就是对食物 其实我们的身体 或是 或是我们的心 是更宁静的时候 我们对食物是 会有感觉的 就自然会知道说 这个食物跟这个食物 是可以搭配的 但有些食物跟某些食物 是不能搭配的 就它是可以搭配在一起 会产生更大的效果 就综合效果 还有它的时间 有多少时间去调和 那也是 就是会有 自然会有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敏感度 就对食物会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我这样 会知道 会知道说可以这样做 这样 那这样调 之后呢 是食用之后 就发现到说 因为食物确实是可以这样调 那因此 现在介绍了这个食物 就已经 把这一些 这一些都是可以调和在一起的 我们就可以用现成的这样去用 那渐渐的 我们对食物 可能就会比较熟悉 就会跟食物 好像就 能够知道说 这个食物跟这个食物 可以这样去调配 渐渐的 我们会熟悉之后 就会 也会比较能够 会知道 是这样 好 谢谢法师 那是不是每一个人的身体 我当然心没有那么细 可是是不是心细了以后 每一个人身体其实不大一样 所以你会知道自己身体 需要怎么样的调配 所以每一个人是不大一样的 严格来说 是如此 但是以 广义的来讲 就是说这个食物 它本身就是有调和的 那既然是已经是调和的 这样的食物是调和的食物 那基本上应该是 我们使用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时候对身体负担 应该都会比较少 那它对消化应该是会有帮助 好 谢谢法师 好 真龙菩萨你可以问 谢谢 谢谢法师慈悲 我想请问法师 第一个就是 他这个可以冷冻保存吗 我没有冷冻过 可能冷藏 冷藏可能比 一个礼拜之内都可以用完 好 因为这个煮起来 是一番功夫嘛 那我是想说 如果能够煮一批 然后可以冷藏 一次一次拿下来吃 也是还可以保鲜 也许可以试一点去冷冻看看 我没有冷冻过 我不知道 好 我如果试了再跟您分享 但是呢 我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用辣的 来煮这个东西吗 如果不能吃辣的人 可不可以有比较精简一点的方法 然后这个更深一点的问题 说我们会不会对 因为这样子而对食物过于执着 就是怎么在执着 跟这个调室中间 找到一个切点 是比较不会 像我的先生他很爱吃辣 他一听法师您讲这个 他已经在等不及要冲出去 买这些辣椒酱 那我是老师要劝他 要不要执着我一食物 是简单一点的 所以我们两个 现在有一点这个 有一点问题 所以请法师开始 其实你看好 这个食物的食材 都是很平常的 很简单的 只是食物在调理的过程之中 接下来就是要调 那个调过程 看起来好像是 好像有点 有点不许 比较不是那么的 那么的及时 实际上 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 我觉得时间不会很多 只是他放的时间 把它都放一点时间而已 那至于这个辣 事实上素食者 如果是常素食者 就长期素食者 吃一些辣 是可以的 因为长期吃素食者 一般来讲说 身体可能会比较 比较囊 或是比较寒 那这个辣椒 它是 其实它是可以热身的 甚至于它对 这个我们说气的痛 它有帮助的 我是建议 如果是常素食者 可以吃 佐料吃一些辣 那不用太 如果不敢吃辣 就前面说的 那个辣椒的辣 放少一点 可以放少一点 放少一点 如果说可以吃辣一点 就多一点辣 这样 这是第一个 那更前面那一个麻辣 麻辣那一部分 其实不太辣 因为它是花椒 花椒是麻 那辣是有 它花椒跟辣椒放一起的 那所以经过这样调和之后 没有再放辣椒了 所以到最后的 这一个麻辣秋葵 其实它并不怎么辣 它不是那个辣椒的辣 就有一点辣 但是这种辣 应该一般都可以接受的 前面的第一道 那第二道 这一个辣是比较辣 那还有这一个辣 我是建议如果吃的话 可以一个礼拜 就是每天都食用 那这样它的效果 可能更能够达到这一种 就是促进消化 或是它有清理 我们的肠胃这样的效果 那可以 它可以不同的搭配食用 像刚才说 它可以搭配 它可以搭配豆浆 也可以搭配酪梨 也可以搭配香蕉粉 也可以搭配我们的饭食 这样子都可以的 可以这样用 那因此这一个辣 假如说吃了辣之后觉得 很少吃辣的 吃了辣之后会非常难过 很不舒服 这种状况 我是建议如果吃冰 那个冰吃了那个辣 马上就可以消失掉 是 冰是冷的 它跟辣椒 如果很辣的时候 有的辣到非常 很辣的状况下 它跟 如果冰加进 不是冰加进食物 而是 在那种状况 如果是一直冰的话 那个辣可以全部消失掉 这样可以吗 谢谢 谢谢 好 Doris 你现在可以问 法师后面仇佛 法师 你询问一下 就是说 因为平常的饮食 都是比较清淡 然后可是就是会觉得说 自己在某些的时刻 就是会特别 比如说 对甜食就 会有 忽然间会有一种 疯狂的上瘾 然后就是 就是 因为 法师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要试食适量 可是在这个状况之下 是觉得说 自己平常都已经吃得很清淡 就会想说 内心有一种那种补偿作用 就会有一点 就放纵了这样子 那我想请问法师的是说 怎么就是 平常的习惯 都是这么清淡 可是为什么常常都会有 在某一个时刻里面 就是内心的那种 对食物的执着 或是对食物的上瘾 特别的重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当下 应该怎么调伏我们的内心 谢谢法师 其实食物 比方说 我们这样调这样的食物 是不是吃了会上瘾 其实食物要多变化 如果说 一直吃某一种食物 食物是要调配的 是要调 就是某些食物跟某些食物上可以调和 目的是希望达到说 食物它调和 能够调生 而主要不在于说 去吃这个食物 喜欢它 这样 而如果我们很喜欢的时候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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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是更近的时候 我们对食物或其他的食物 敏感度都会比较高 就知道哪些食物是适用 哪些食物是不适用 如果说身体有某种 食物的一种需要的时候 对那种食物可能就会 特别想要去吃它 有可能也会有这种现象 这种状况就有时候适量的去食用 应该是还好了 一条身体的一个基础来说 这理解 了解 谢谢法师 可是有时候那个感觉就是说 比如说像平常就比如说 比较没有在吃饼 可是忽然间就会 比如说去了supermarket 去买饼回来的话 可能是一整桶或是说一整包 但是那种就是忽然间 很想吃个东西的那种 情绪上来的时候 就可能一个晚上就把 整桶的冰淇淋吃掉 这样的实际是不好的 然后吃完之后 当然你会觉得说 身体或是胃不舒服 可是在那个当下就是 没有办法做到绝躁这个部分 对那我觉得这个有点 想说要去做一些改善这样子 对如果说很想吃 然后就吃的量很多 那这个就是调量 就要去调这一部分 告诉自己说不可以再吃 这样到这里为止 这样可以吗 Doris 谢谢法师 好 接下来Charen有些问题 他说有位菩萨在问说 请问素食的五心 可以因为身体的需要而开戒吗 因为素食最主要 在经典里面看到 最主要的是第一个 不食众生肉 那不食众生肉的原因是 前面有提到 是我们大圣佛法所强调的是 悲悯众生 要利益众生 既然是悲悯众生 发菩提心要利益众生 那我们跟众生去吃他的肉 是相违背的 因此素食第一个 是不食众生肉 再来讲五心 这五心这一部分 在经典里面有提到 讲五心是说 五心比较的说法 大概有几项 第一个是食五心的时候 可能会有异味 就是他的味道比较浓 那味道比较浓 跟人互动 就是比方说如果是 是法师的话 跟人互动的时候 那这个食物的味道 都可能都会出来 就让这个在威仪上来说 可能就是 有事威仪的 那再来有讲到 这个五心可能会比较会 促进欲望 所以比较会促进欲望 所以不食这个五心 那假如 假如五心 像 有听到说好像吃蒜头 或吃哪些的食物呢 他可能可以致病 或是什么状况 那这种状况 就看个人 如果我们出家中来讲 当然是不用 那以 以在家居士来说 一般如果说 如果是医师开的处方 是药 那这个药是需要 这一个五心的某一种 比方说某一个食物来调的话 那假如是当药去用的话 基本上 这应该 在 在佛法 在以佛法的立场 主要是 刚刚说了 他为什么 我们要了解说 为什么 会不食五心 为什么 不食肉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先把背后的 这个理由 先厘清楚 然后对于这一个事 在做的时候 就会知道 它的尺寸的拿捏在哪里 那食这个五心的原因 不食五心的原因 在前面提到 是有这样的一个因素 那假如说 是因为身体的疾病 身体需要去调 有医生的处方 所以需要食某一类的 去调和的话 那这 可能在食物上 是有一些的 应该是有一些的 一些的弹性 一些弹性可以去调整 这样 好 法师那个Facebook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有位菩萨在问说 美味 是不是中道的实践 美味啊 因为法师讲的这些东西 应该都很美味了 所以他在问说 美味是不是中道的实践 因为我们调食物 我们要不要看 我们调食物的动机 不是为了要吃它的美味 是这样 如果我们是为了美味 那这样的话 这个动机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 为什么说理和事 就是理跟到事 这个过程之中 这个出发点 出发点的这个理 它会影响到 这个事的结果 同样做一件事 当我们的动机 或是我们出发的 这个理的点 不一样的时候 做同样的事 它的结果会不一样 它结果会不一样 那我们调饮食 其实最主要 是说调饮食 透过调饮食 是调生 那调生只是 应该说 它是一部分而已 是一部分 不是说 如果饮食调饮食 然后身体就一定会很健康 那不一定 背后还有非常多的 其实身体的健康 还有许许多多的因素 调饮食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那即使说 我们的 对这一个 其他的因素 如果不具备的时候 其实身体还是不一定会健康 就是不 即使调的饮食 我们吃的可能 也不一定会很消化 那因此 对饮食的一个 个人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饮食 我们是要去注意 那在因缘条件许可的状况 能够调去调它 毕竟这个身体又称为是盗气 我们是要借它来修行 借它去利益人 那我们也要适度的给它照顾 那在因缘条件许可下 可以去把饮食调 可以做一些的调 调好调和 让我们的身体可以调适 那这样的话 应该是不规范中道的 是不规范中道 就是对这个身体 做一个适度的照顾 而且身体如果我们 比方说 你看身体如果 它不调的时候 还想去看医生 花很多时间看医生 那如果在我们 环境条件许可下 我们饮食上稍微调 而且对身体有益的话 那是可以 可以做的 第二个问题是 法师既然提到胶质是好的 为什么法师刚刚那两个recipe 都要等胶几日 要等它消失呢 这个秋葵的 所以如果吃过就知道 它的胶质非常多 那胶质是好的 我是听说的 因为大家都说 这个胶质 应该是有它的作用 那秋葵在炒的时候 这个胶质炒到最后 它会干掉 可是它的胶质还是在 就吃的时候 它还是胶 还是有胶质 还是有这个粘 那个胶质的粘还是有 它并没有完全消失 然后刚刚 多瑞斯又加上一个问题 他只想请问法师 当您遇到有些人身上 口气味道较重的时候 那当下要如何面对 要怎么样调心呢 这个就好像我们遇到了 逆境一样去调 跟遇到逆境是一样 比方说能保持距离 就稍微保持一点距离 这样 然后等着 就是这样 就调自己 法师 问题都问完了 现在能不能帮我来问 请问 法师 因为今天这个 传述时 我觉得是 非常一种 创新的开示 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 政见是政见 那实践是实践 那吃饭是吃饭 我们很少说 就像法师刚刚讲的 从理呢 实践到这个事项上面 那我今天听法师 开示这个禅述时呢 就是说怎么样在 在就是说饮食当中呢 能够把禅的政见 或者是说理上的东西呢 如法来跟这个事项上 来做结合 但是我们在做结合的时候 比如说啦 像我自己因为 我爸爸以前是大厨师 那我妈妈也很会烧菜 那我从小就很爱煮饭 那我可以一煮的煮几个小时 那学了禅法之后呢 我现在饮食 就是照法师讲的 就是说 我只要吃健康 那吃的清净 然后呢 不要花太多时间 那这样子感觉上 好像跟法师所讲的 这个东西呢 就有一点点冲突 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来调和说 因为我喜欢烧饭 可是呢 我现在觉得说 有时候烧饭烧太多呢 可能会造成我 就是完全在事项上 而不能从理上 把禅的这个精神呢 就是像法师刚刚讲 七觉诗里面的 责法觉诗 放进在这个里面 那我们怎么样来 在饮食的当下呢 来调就是说 不是单单从饮食的 内容的这个现象面 而是能够清楚知道说 我这是在应用禅的 知见跟禅的方法 阿弥陀佛 我们食物拿到在清洁剪切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去体会到说 我们为什么修行的基础 你看 一道菜可以煮的 调起来 它是健康的食物 第一 第一 第一个手 第一个程序 第一个程序就是要先清洁 是不是把不适用的 要先去除掉 那这在我们修行上 其实也是如此 我们修行第一个 不是要断饿吗 要止饿吗 止饿就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如果在清理 在消这个不适当的食物 就是不适用的 把它削去 去消除的时候 就可以体会到说 其实我们的修行也是如此 我们修行上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 不善的生于异形 要先去除掉 在佛经里面讲 贪嗔痴 最不敬的就是贪嗔痴 所以我们贪嗔痴是要去除的 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贪嗔痴要去除 就好像菜一进来 要去调和的时候 要先去除掉 不敬 要尽量去除 去除之后 接下来下面的调和 它的基础才有 同样的 我们如果在修行上 这一个止饿 这一部分 能够做得越彻底是越好 那这样的话 它有助以下一层的调和 调和 我们的修行 本来就是在调生调心 这个道理是相似的 第二个 我们在做的时候 其实是专心的 在每一个当下 我们是专心去把 每一个当下都做好 这跟禅的精神 其实是相应的 跟这责法是很相应 看责法的基础 就是要专注 那专注我们才能 才能更清楚 去了别去做责法 所以在做的时候 在当下是专注 就要专心 专心的把每一个步骤 都做好 那在那当下 在做的时候 就会更清楚知道说 哪些事应当怎么做 哪些怎么做 所以 我们每天生活之中 所谓的 把所有的心都 比方要听闻佛法的 思维方法 如果在打坐 修行上的时间可能 比较相对于 我们在生活之中 的食衣住行 这一方面相较之下 它是比较少的 那因此即使说 在烹调 在做饮食的时候 也能够用这样的心情去做 还有 我们看到食物 它可以这样搭配 事实上不会花很多时间 我都不觉得我在食物上 会花很多时间 会觉得说 好像 饮食是很简单的事情 就可以处理了 虽然这个 处理的方法 一步一步说起来 好像看起来是有点复杂 为了详细说 那做起来的时候 它没有那么复杂 你做起来就是 还蛮容易的 是这样 有啊 因为我自己做饭很简单 别人做饭都觉得很难 可是因为我做了四五十年 就觉得说 做饭其实很简单 只要 就是照法师讲的 你知道 菜就是 这个料 这个饮食的 它的理 跟它的性 它的材质的特性 然后呢 你不断地去尝试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说 要把佛法 就是禅法放在这当中 那另外我想问法师 就是说 因为法师现在开了一个 很重要的window 我们常常在修行的时候 法不染心嘛 就是说 我们知道这是证件证法 可是 我们常常在实践 那我现在发觉说 实践就是 食衣住行跟工作嘛 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像出家人一样 就是说 就是可以专注在某些方面 其他 比较不会受到干扰 我们受到的干扰的 各种类型比较多 因此我们在 法不染心这个部分呢 就是没有办法 在实际实践或者是体认当中呢 把法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放到事项上门去实践 那我觉得说法师今天这个开示呢 就开了一个很重要的window 就是说 我现在知道说 原来在实际生活当中 其实透过简单的饮食呢 我们可以 可以这个中间 比如说利用七觉知 或者是四念处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部分呢 过来把理的部分融合到事项上 那这样子的话 就配合所谓的观照 跟清楚的觉知 那我想问法师的就是说 这个除了饮食 应该我们食衣住行工作 应该可以用同样类似的方法 就是在生活当中 我们去责法 或者是说保持正念 或者是心都是跟善法去相应的 像这种的方式 是 就叫理都相通 理是相通的 比如刚刚您提到说 这个法不染心 我们如果从食物上来看 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食物 某些食物跟某些食物 要调合在一起的时候 比方说这个酱 麻辣酱要跟秋葵 要融合的时候 秋葵是不是能够融入 跟麻辣酱可以相融 这个就是染嘛 是不是 那为什么他们能够融合 就叫时间 那这个时间就是说 经常在一起 经常在一起 它就能够融 那我们的心 为什么说不染法 因为我们的心 常常跟法不在一起 我们所想的跟法 都不相应 那假如说 跟法能够去 法的理 它是出世间和世间的理 它是可以相同的 经常可以跟法的理 可以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的心跟法 经常在一起 心 法就会染心 就跟 我们那个食物 它可以相融 可以融合在一起 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都是顿根 法师 这个法师开始完之后 原来就知道 我们就跟 那个鱼缸里面 鲸鱼的嘴是一样 哦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 你自己在生活当中 因为我们智慧不够 没有办法 体会到生活当中 这些东西 所以才会用 所谓的方法 用方法去观照 自己的身口意 是不是跟三宝 跟三无肉血相应 可是呢 常常呢 又会被拉走 而不自觉 是就在里面看电影 要隔了好长一段时间 才会出来 那当然不断的 熏修之后呢 感觉上比较有进步 可是呢 还是会涉及到 是说 为什么 我们在生活当中 会不断的拉扯 就是说 有的时候 我做的是如法 有的时候 我知道是不如法 可是我甚至有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 我做的是如法 还是不如法 那我就觉得说 法师 今天这样子的开示呢 最起码让我们 希望说将来 能有各种 不同的机会 法师 能够在这方面呢 再有更多的开示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透过法师的开示 我们比较能够 先去思维 然后呢 根据法师的这些开示呢 我们才能 慢慢的去实践 比如说 三个礼拜前 法师对我的开示说 这个晚上睡觉前 可以说 我们就是断十二嘛 那我觉得是说 我早上起来 也这样子 晚上起来也这样 就是说 我不断的利用这些 所谓的正知正见 提醒自己 这样子的话 我跟 三宝三五六弦或散法 比较相应 那相对来讲 其他就是 就是深处 就是熟处转身 是 是这样 因为法师修学 是要累积的 就是点点滴滴累积 我们知道之后 我就说 我知道之后 就要一处可乘 佛也是累结这样修来的 我们都是在这个路上 在走在这个路上的学习者 那累积要去累积 一次一次 知道是善的 我们去连结 那发现到不善的 去舍弃它 努力去舍弃它 去掺除它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善法会越来越多 跟法的相应就越来越多 越相应 会落实到深居 感谢观看